這個看的交易 原則上就是要先有減量的責任 那到底你是自己減還是要去外面買 那就看自己減的成本比較便宜 還是外面買比較便宜 所以整個交易制度就是透過全世界 大家減量成本比較便宜的國家就多減 然後減量成本比較貴的 那麼就去買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叫地球 大家好我是劉爾金 這個全球暖化已經成了這個 國際間的重大議題了 這世界各國都非常的努力 要減少自己國家排放這個溫室氣體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買賣這些溫室氣體 已經成為最新最熱門的經濟契機喔 那很奇怪耶 看不見的這個氣體也可以賣錢喔 我們就一起來關心一下全球的碳交易 今天我們今天的主題 全球不碳氣 歡迎今天的地球守護者環保小兵隊 小兵小兵做環島 綠光綠光就地球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四位來自世興大學的同學 饒瑞宇 會隨手做垃圾分類 陳倩 平時萬出 則會自備水壺 以減少塑膠瓶罐的產生 黃文綺 平時用餐不用免洗塊 裝瓶家 則是落實隨手關燈 減碳排放 看來他們對於節能減碳 都有了基礎的觀念 今天能夠挑戰成功嗎 今天談的這個議題叫做碳交易 有誰聽過 我聽過 你聽過 什麼叫碳交易 你了解嗎 像京都議定書 它有規定 每個國家都有它一定的配額 然後就是你如果 配額用完的話 可以去跟別的國家購買 不錯喔 知道什麼叫京都議定書 當然啦 這個專業的問題 我們還要請到我們教授 專家來為我們解答 我們歡迎李堅銘教授 教授好 李堅銘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曾發表許多碳交易相關分析報告 對於碳交易市場 可是相當有嚴肅呢 這個我們的碳交易跟碳排放 是照這個京都議定書嗎 的確 京都議定書在1997年 這個簽署 2005年生效 所以在它的京都議定書裡面的 第6條 第12條 第17條 都有談到可以做交易的一些條文 那到底它的內容怎麼樣怎麼交易的 還請李教授 今天再幫我們好好的解惑啦 謝謝教授 謝謝 我們的這個遊戲規則非常的簡單 每答對一題可以得到1分 如果超過10分 就可以把我們看起來熱熱的天空 變成清爽的藍天白雲了 參賽者的過程當中呢 也可以抓緊機會呢 對專家提問 如果問題問得好 還有加分的機會喔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好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問答題 碳排放交易這個概念 首度出現於哪份國際公約中 1.京都議定書 2.蒙特樓議定書 3.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報告書 請作答 請作答 1.京都議定書 他們答對了嗎 對 下一題 碳排放交易 希望達到溫室氣體減量 1.京都議定書規定 2012年 應比1990年 減排多少二氧化碳 1.百分之10 2.百分之8 3.百分之5 3.百分之5 8 8 5嗎 請作答 5 5 5答對了 下一題 目前國際間認為最有經濟效益的碳交易是 1.改善汽車工業 2.發展飛機物回收產業 3.大量種植樹木 1.這有經濟效益 這有經濟效益 1.這有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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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改善汽車工業 1.改善汽車工業 答對了嗎 1.自然 自然 對 其實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 大量的種植樹木才對 好 我們看下一個語詞 以2008年為例 一公頃林地 可以賺取多少碳交易金額 1.新台幣2000至1萬元 2.新台幣12000至2萬元 3.新台幣24000至46000元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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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2至2萬元 1萬2到2萬元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1萬2到2萬元 答錯了 答案應該是3 新台幣24000至46000元 今天這個議題 這個題目稍微困難了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要請專家 幫我們解答一下 這個碳到底是如何進行交易的 這個碳的交易 原則上就是要先有 減量的責任 那到底你是自己減 還是要去外面買 那就看自己減的成本比較便宜 還是到外面買比較便宜 所以整個交易制度呢 就是透過全世界 大家減量成本比較便宜的國家 就多減了 然後減量成本比較貴的 那麼就去買 比如說像英國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 他們必須要減的量很多 他雖然努力在減 可是呢 他相對來講 比較貴 減不夠 減不夠 那像中國大陸呢 他排放的很多 所以他的減量成本呢 就比較便宜 那麼聯合國呢 就允許英國呢 可以去跟大陸來買 他的一個碳權 所以這個也可以達到 整個全球的碳的一個總量 得到控制 但是呢 有減量責任的國家 比較大的國家 那麼他呢 為了降低他的成本負擔 所以他可以去買這樣一個碳權 所以就會有買方跟賣方的產生 到底碳交易還有什麼樣的內容呢 我們趕快看看下一題 項鍊哪一個國家 為2007年全球最大的碳權購買國 1.美國 2.英國 3.日本 不經意的好像透露了一些 叫做 英國啊 請做答 2.英國 好 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了 對 下一題 英國購買如此多的碳權 其主要原因是 1.政府制定碳預算 2.工業發展較多 3.減碳量較低 3.減碳量較低 3.減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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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嗯 政府制定碳預算 他們答對了嗎 3.減碳量 好厲害喔 還是要問一下我們趙授 英國為什麼是最大的碳權國家呢 因為它這個國家 那麼有實施全世界第一個最先進的制度 就是政府呢 要去編制它的碳預算 而且還要經過國會報告 跟國會報告 跟我們一般的預算通過國會是一樣 所以英國因為它這個碳預算呢 要求到它2050年的時候減80% 所以這個減的量非常的多 所以它在分期去編這預算去把它達到 所以產業界呢 那麼它就必需要除了自己減一部分以外 它也要到外面去購買碳權 所以就形成了它購買碳權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國家的原因之一 當然呢有人想買的就有人想賣 到底誰賣的最多呢 我們趕快看看下一題 項鍊哪一個國家為2007年全球主要碳權銷售國 1.中國 2.印度 3.阿西 請做答 1.中國 1.中國 答對了嗎 下一題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權銷售國 其主要原因是 1.森林茂密 2.體積發展綠色能源 3.減碳成本低於他國 我覺得卡卡丹國在那麼多 請做答 3.減碳成本低於他國 減碳成本低於他國 請問答對了嗎 又答對了 可是我覺得也很奇怪耶 我們不是說這個這個 中國現在是世界的工廠嗎 他真的都那麼多工廠 怎麼會那麼容易可以減碳呢對不對 我們問一下教授好不好 因為中國他現在的碳排放 大概差不多佔全世界的20%以上了 所以他到處都在排 那因為他的還算是一個開發中國家 所以他的很多的設備技術 那麼都是比較老舊 所以他去做一些更新 或者是他發展一些再生能源 那麼也都是可以產生一個很大的 減量的一個效果 所以相對其他國家來講 那麼他的減碳成本就比較低了 所以碳交易呢 基本上也是考慮到成本效益的 所以他會去往低的成本的地方來購買 這個碳權是怎麼樣 是有個交易中心嗎 是不是像股票一樣呢 有沒有這種交易中心 那全球有多少個交易中心 全球交易中心大概二十幾個 那麼目前也正在 真的有啊 真的有 那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交易中心 是在英國的倫敦 叫做歐洲氣候交易所 全世界大概超過五成以上的交易量 可能都是透過他那邊來做交易的 所以英國呢 也打算發展一個碳金融的重心 所以未來這個碳的交易 所衍生的一些金融發展 也都是會衍生很多的經濟活動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這個參選者 這個單元呢 達到了六分 恭喜一下 那還想加分嗎 想 誰問題 我問問題 好 陳健請問 教授請問台灣有參加碳交易這個 台灣喔 基本上它並不是現在的 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 或聯合國氣候變化高校公約的 地位國 所以因為在全球的碳交易呢 它本身要有清算 所以必須要是地位國 那麼才會有帳戶來清算 但是就民間來講的話 那麼它倒是可以到其他國家 那麼去買這個碳權 那麼可以用那個國家名義來做這個交易 那麼所以就民間的角度來看 那麼是可以做交易的 那台灣本身呢 也在積極的規劃 這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策的工具 那麼將來希望能夠促進 國內的整個減能減碳的能量 所以目前台灣雖然沒有辦法參與國際 可是自己在規劃這個制度 好 謝謝教授 我們了解了 教授是不是要給分啦 這個題目問得非常好 好 給分 用加一分啦 這個台灣的碳交易 趕快看一下影片 注意看啦 題目就在影片中 明海工業區天空灰蒙蒙 高雄市工業重鎮 碳排放量也是全台第一 要邁向低碳城市 高雄市環保局 推動了全國地基比碳交易 中聯它本身每年可以減少一萬多噸的二氧化碳 那中基社就透過這個所謂的一個碳權交易 賣給這個民間為 位在高雄市的中聯資源公司 每年將廢棄爐石粉再利用 取代水泥使用量 可以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一萬七千八百公噸 位在台北的中基社 每年排碳一百九十四公噸 花錢買碳權達到碳中和 碳權交易在國際上 其實已經陸陸續續有很多的國家 包括英國包括美國 其實都已經有在做相關的一個執行 碳中和是國際趨勢 企業藉由碳權的買賣 達到全球碳總量的管制 經濟部能源局從2005年開始 輔導一百二十家國內能源產業 其中有十家大多為台電的發電廠 在這幾年也加入了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還取得ISO國際認證 它可以二氧化碳減量額度 已經累積到了250萬噸 每一公噸大概14歐元來計算的話 我們累積出來的 二氧化碳減量的市場價值 至少就17億 無論是排了多少碳 或是減了多少碳 都有登錄盤查機制 再加上國際認證 未來台灣在碳交易市場 才有交易的根據 除了為國內帶來減碳商機 也為全球溫室氣體減量 盡一份心力 來 我們的影片題有兩題 你們答這個答案要寫在答案板上 請出題 台灣第一件碳交易發生在哪個城市 好 我們答案是 高雄 好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了 我們看一下解答PCR 高雄市工業重鎮 碳排放量也是全台第一 要邁向低碳城市 高雄市環保局 推動了全國低比碳交易 好 恭喜你們 我們看下一題 根據影片所述 2005年到2009年 台灣所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產生多少新台幣的市場價值 答案是 250萬 250萬 答對了嗎 答對了 沒有答對了 我們看一下解答MITIA吧 已經累積到了250萬噸 沒公噸 大概14歐元來計算的話 我們累積出來的 二氧化碳減量的市場價值 至少就17億 所以答案是17億 250萬是250萬噸的太坊了 搞錯了 好 這個大概你們得到2分 還有沒有加分 要我要加分 那教授我想問你 因為有可以購買碳權這個機制 那那些開發這種國家 會不會就不自力於減人減淡呢 這個碳交易是幫助這些 已開發國家 有減量責任的國家 那麼可以讓它減量成本能夠低一點 但是它的責任呢還是要盡 而且呢他們也會限制 譬如說你今年要減100的話 我可能限制你自己要減90 你剩下的10呢 才可以去外面買 所以換言之呢 這個碳交易呢 只是紓緩它的減量成本 沒有紓緩它的減量責任 所以它還是要盡減量責任 所以很多國家也是要自我約束 對 好 它這個問題問得好不好呢 問得非常好 好 可以加分了 好 看了這麼多 這個節能減碳可以賺錢 我們要來實作一下 看他們是不是真的了解 減碳能不能做好生意 減碳好生意 守護者針對十項生活中的減碳方式 在一分鐘內選出六項 若減碳總量超過13公斤 可得到六分 減碳總量超過11到13公斤 可得到四分 減碳總量11公斤以下 可得到兩分 一分鐘計時 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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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活動可以用 減碳的運氣 然後運氣一度電 中斤數會比較高 會幾嗎 等一下吧 電視波 時間過了20秒了 肉 一天不吃肉 趕快選喔 然後開始 時間到底選完六項 也是不給你們選的 好 選了一天不吃肉 還有呢 車子 還有30秒 少開一天車 電 電 少用 電 少用一度電 垃圾鐵亮 還有沒有 還有拍最小三個 垃圾鐵亮 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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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氣10小時 電氣 10 9 8 7 6 5 還可以半喔 4 3 2 1 時間到 參賽者的選項是 一天不吃肉 少開一天車 少用一度電 垃圾減量1公斤 少吹冷氣10小時 少大滴滴失聲喔 好 我們看看 一天不吃肉 可以減少多少碳排放 5.7公斤 欸 5.7公斤 5.7公斤 怎麼那麼高 看起來時間很高耶 已經占掉快一半了 這個不吃肉為什麼那麼高啊 我們在算這個碳的排放喔 那麼主要是看它的處理的一個複雜度 對 越複雜的過程越攏長的 好 那麼它的碳排放會涉及到的 油 電 資源的這個 所產生的排放就比較多 那通常一個肉啊 它要從小豬 小牛開始養 然後呢要給它很多的牧草 或很多的飼料 那這些都要算的 喔 這樣子啊 最後噴條也很複雜的話 也要算 這個大家知道啦 少吃肉減碳啊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知道嗎 好 少開一天車 能夠減少多少碳排放量 還有 1.7公斤 開車的話是油耗 油耗的碳排放是蠻高的 也蠻高的 1.7算高了 石油的那個排放 嗯 少用一度電我們看一下 到底能減少多少碳排放量 0.532公斤 因為好 我們這個是台電的發電的組合 那我們也用核能 不能不排碳 喔 那有一小部分呢 用3%左右用再生人員 那個也幾乎不排碳 火力發電 對 然後呢 有很大一個比例是用天然氣 那個也排碳量比較低 啊 這樣子啊 對 那我們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比例是 煤 煤就很高 煤喔 那油也很少 所以這樣組合起來 我們台灣的發電係數啊 這個碳排放是很低 在算是很不錯的一個程序 我們用電還蠻環保的嘛 對 喔 好 垃圾減量1公斤能減少多少碳排放量 2.06公斤 我比開天車還高耶 對 因為垃圾喔 它主要就會產生甲腕氣 喔 那麼甲腕氣呢 它又比二氧化碳的那個 那個溫暖化的效應呢 要多了大概兩三百倍 喔 所以 所以對於整個這個碳排放的計算 就會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 垃圾減量也很重要嘛 喔 少吹冷氣10小時 我覺得這應該蠻高的 喔 0.96 我們都很驚訝 所以用電一度才0.532 喔 喔 那個就越少 可是這個 這個跟冷氣 它本身會排出那個 那是跟冷氣的效率也有關係 喔 那它最後還是用電的 喔 所以它還是耗電 所以最後算還是算那個電的 以電來算 對 好 少搭電梯時程樓多少 沒有 2.18公斤的溫度 怎麼跟我的預測完全不一樣啊 我糟糕 對 因為電梯的用電量還是比較大 電梯拉上去那個電力 是耗電量是很高的 喔 所以總共他們減的是 13.132公斤 恭喜 恭喜可以得到6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其他他們沒有選的是 減少多少排放量 少用一度水 看一下 0.167 少買一件衣服 4.2公斤耶 也很高耶 對 為什麼 主要的是 因為這個衣服要從棉花來 然後棉花枝 然後變成布 布要再染 所以這當中呢 都會產生碳排放 所以製造一件衣服啊 那麼就程序也很複雜 所以那個排碳量就很高了 對最好是少穿一點衣服就好啦 回收10公斤廢體 0.06公斤耶 紙主要是來自於種樹 廢紙 那種樹呢 雖然是很重要的一個吸收氧化的來源 但因為單顆樹來講的話 它的那個效率還是不高 就是不會量很大 那你要大片的重才可以 所以如果你的你的紙 那麼不是很多的話 那麼如果從重樹那個方面來 來算的話 那麼就不會很高了 喔 所以要回收10公斤廢紙是很低的 可是廢紙還是要回收啦 還是要回收 對 少看電視一小時 0.13公斤 這也是跟用電油嗎 對 用電油吧 喔 以後跟我的小孩就約定了 你減碳一個小時 我給你13塊 跟他買他的那個 探難道嘛 對 探權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恭喜我們的參賽者 可以得到我們的6分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我們的參賽者 今天的總分是多少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環保小兵隊今天的總分是多少呢 6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六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九個燈 十個燈 十一個燈 十一個燈 十二個燈 十三個燈 再來 十四個燈 十五個燈 還有沒有 再來一個 十六個燈 恭喜觀眾朋友們 我們的分數成功把我們這個攝影棚裡面燒得火熱的這個天空呢 變成了清爽的藍天白雲了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環保小兵隊 問答題答對了十四題 再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得到十六個燈 成功幫助地球降溫 你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非常謝謝我們的環保小兵隊 來 有沒有製作你這個環保不滿 我們請教授來幫我們送他們 好 製作環保不滿 把他們這個繼續 好 恭喜你 把省下來的水定費 好 繼續存起來 恭喜你 存滿以後呢 再送給我們這個 謝謝 致力於這個長期環保的工藝團體 同時我們還會贈重給你們一年份的經典雜誌 有更多的環保嘗試喔 非常謝謝你們 各位 親愛的朋友 你也想來報名參加嗎 也來現場體驗一下 怎麼樣跟我們一起玩遊戲呢 最重要要跟我們一起來 為環保貢獻一份心力 非常的簡單 這樣你四個人 就可以來報名參加 不管你是家庭 同事 朋友 趕快報名來參加 跟我們一起核心協力 救地球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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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